这个六月六是六斗兴君降凡日 从六一出一出二出三出六 六个真君降凡 我们还办法会 用道家仪轨 用六斗真经 这个专门是消灾严寿求长寿的 六斗主生七斗主死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我们一直强调 人生难得经义得 我们改变自己大脑中的软件系统 以前我们是说活到一百岁 OK 挺好的 愿见百秋 咱们孔雀明王经都得改改了 它里面是愿见百秋 我们现在百个秋天是一百岁吗 不行 改一改 至少是两百秋或者一百五十个秋 建议咱们的慈节法师把那经给改改 新加坡人平均寿命八十三岁 现在男女平均八十三岁 那就意味着很多人是活到九十一百岁 因为我们很多人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都死了 你现在的话你八十三岁 那就证明很多人活过百岁了 那么在欧美 特别加拿大 温哥华 百岁老人占比例特别多 所以是时空点转变 人类的寿命延长 人类的福报增加 人类的寿命在延长 我们修行人要调拨自己的时间中 把它调到一百五十岁以上 不要再想着八十岁就要死了 有的人让我给他看命 我说你老兄挺能活的 能活到九十多岁 师父千万千万不要 让我早些死吧 人生太苦了 我说你早些死可以 你要能够去极乐世界 你能够一生成佛 那就不练这个人间 这是对的 你这个没成佛之前 你还是要好好活着吧 但是希望你不遭罪地活着 所以我这个六月六 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六 这个你们知道有个七斗星军 这个六月六是六斗星军降凡日 从六一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六 六个真军降凡 我们还办法会用道家仪轨 用六斗真经 这个专门是消灾严寿 求长寿的 六斗主生 七斗诸死 这个还给大家机会 几功雷德 这个钱 命不好的人 钱不多的人 怎么能使钱多起来 记住 就俩字 舍得 法会你必须舍 有多少钱舍多少钱 没钱来做义工 再没钱来参与 这个要学会舍得 要参与 这是一个可以改造命运 增加自己福报 这个佛教为什么有很多仪轨 道教为什么有很多仪轨 就是给大家 就是给大家 增福 增会 增吉祥 这么一个增福报的方法 让你通过这个来舍得 在里面点灯 在里面供养上师 在里面 然后布施六道众生 所以我们这个六月二号 阴历的六月二号 是个星期天 我们那一天办法会 方便大家这个来参加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 请不吝点赞